八億土地難開發 地主願 好像在黃金堆的乞丐 台北文山區新龍路三段 周邊生活機能完善 商圈滿市店家 有萬放醫院 也緊鄰三間學校 人行道旁 這塊約兩層樓高 占地400坪的小山丘 卻相當突兀 其實這塊地是商業用地 市值八億元 無奈受到山坡地開發限制 地主無法開發 我們能使用的大概 大概就在這邊 那這邊是兩層半樓上的上面 可以蓋60坪左右 從年來不少建商接觸 但調出地形資料 認為無力可圖放棄 地主之一的高淨村 只能無奈在上面種起菜園 種五 差不多五年啦 以前都這個工地 垃圾都很多啊 我都慢慢清爪 閒置的山丘隨處可見 丟棄了垃圾 記者沿台階爬上 坡渡相當陡峭 儘管勉強踩穩 還是會擔心跌倒 這塊山坡原本有700坪 陷入被政府徵收三次 包括新農路拓寬 外放醫院興建 吉木大捷運工程 才變成現在的模樣 48位地主一年需要繳交18萬稅金 地主認為山丘坡渡全市政府造成 他們希望獲得解套 資料可以證明或是顯示 它當年的地形跟現在不一樣 而且現在的地形 如果造成這樣的山頭 也不是它做的 等等相關的資料 那它可以送到我們毒發局 毒發局再做研判 精華地不能開發 民眾也覺得可惜 而且畢竟這地 其實在這裡有點可惜 旁邊的地段都蠻好的 因為旁邊就是醫院 然後旁邊那有點像墳墓 這就是有點不太好看 如果這塊土地 它未來可以做開發的話 那目前周圍的行情 大概土地單坪價格 會在180萬左右 市值8億土地 卻受限法規無法開發 換作是誰 都會覺得萬分無奈 旁邊的佛航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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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